机械链接第十一章 内脏单位 回归基础 原来从英国传来我们这边 法国的古病学主要关于 脊椎关节方面的诊断治疗方式 在训练的过程中 我们没有意识到古病学之父 AC-STEL对于内脏系统的重视程度 透过阅读STEL和他的第一代弟子的著作 我们了解到许多涉及徒手治疗器官 肝脏 胃 肠 卵巢的技术 是被第一批美国古病学家例行使用的 然而在法国 我们非得等到DP-BROW将内脏这块带回来 整个病造官才完全 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在机械链接中 我们认为内脏单位与其他所有功能单位一样重要 由于它在生物力学上 我们已经熟悉的谷歌系统中的单位非常相似 因此内脏单位对于机械链接的技术反应 非常好 检查策略 大多数内脏系统的成分来自中胚层 像是包裹器官的筋膜 支撑它们的韧带系统 还有内脏的僵液 肌肉和黏膜 以及一些器官 如心脏 脾脏和肾脏 它们与其他结体组织一样 具有相同的股病学特征 由于导致其斑痕形成的病理过程是相同的 无论是身体的刚性元素 如骨骼 还是软性元素 如内脏 都将转化为组织阻力 在我们的压力测试中都会被感受到 检查内脏时 新患者仰卧 双臂并拢 双腿伸直 实测者 优先站在床的右边 即使是左撇姿 我们用手在内脏肌膜上施加压力 牵引力 或者同时使用两种力来进行测试 测试的方式如下 首先 在想要测试的内脏施加柔软而越来越重的压力 对组织环境中产生整体的张力 其次 既由从移动点相对于固定点施加牵引力 我们将筋膜结构的张力 精确地集中在内脏上的某个部位 实测者需要对目标器官的解剖结构 有全面的了解 并且需要大量的练习 才能够达到 执行这个测试所需要的准确度和精细度 我们从前表的器官 如空脏器开始 然后进入深部 长额器官 一个接一个地检查它们 从消化道的筋膜结构 骨盆 泌尿生殖器官 胰腺脏 肝脏 然后呼吸和心脏系统 经验丰富的实测者 可以快速顺利地进行测试 这样可以在4到5分钟内 对整个内脏进行详细检查 包括对显性病灶的诊断 测试的数量 不必多到让人惊叹 内脏表皮凹陷 经验以及对解剖学的良好认知 使我们能够识别 不同器官的触诊地标 为了加快对病灶的搜寻 我们建立了一种 使用表浅皮肤凹陷的技巧 让我们能够精确地触摸 大多数相对应的内脏结构 内脏质地既不均匀 也不统一 而浅肌膜外形与生肌膜 又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其顶部的外形 来定位机关 让手非常表浅地 沿着某些解剖学标的 以一定的方向滑动 我们将可以找到底下的 器官形状和位置 我们不仅能够根据其 表浅组织的轮廓 界定内脏结构的位置 也可以使用这些内脏表皮凹陷 直接接近想要测试的器官 正如我们所教导的那样 这种皮肤轮廓表浅的触诊 可以用于人体的其他解剖结构 消化道 消化道包括从口腔到肢长 夹底 口腔底 夹底是一个真正的隔肌 由舌头的外在肌肉 和位于旗下方的筋膜所组成 并与舌下肌肉和浅径建模 延伸到颈部 测试夹底是施加压力来测试 朝向头顶 往舌根的方向 烟 此结构是消化道和气道的连接处 它用于吞咽 但也参与呼吸和说话 基本上我们测试可以接触的区域 及口烟部朝尾部的方向牵拉来测试 颈部食管 位于气管的后方 脊椎的前面 我们可以接近颈部前外侧的食道 稍微向侧面推动 确保避免压迫静动脉或静静脉 测试的方法主要使用动向的牵拉力 左侧的颈部食道比右侧更容易有病灶 可能是因为左侧胃部的张力 胸部食道 胸部食道位于纵隔腔 心脏和胸椎之间 无法直接接近 因此测试此处的食道 我们在上下两处末端之间施加牵拉力 这是心胸儿常见的病灶 它是小生命最初几个月 常出现逆流的一个因素 腹部食道 这个食道短的末端部位值得注意 我们从左侧的第七肋骨 往下深入来接近它 并用两根拇指施加压力和牵引力来测试它 腹部食管的精卵通常与上胃痛的第一阶段有关 奔门 我们透过胸阔并测向推动胃底部 来对食道和胃的连接处进行测试 此测试评估胃食道半膜对胃小弯的闭合 奔门的固着是此区域病理机械性中途的第二阶段 患者经常抱怨胃酸逆流 胃底 我们利用潮俗的牵拉来测试胃的上半部分 胃的胸部固着对应于 奔 食道 胃底交界处并造的第三阶段 患者可能有胃灼热 胸腔压迫 并呼吸暂停 心悸或反复咳嗽 它通常是裂孔扇气的位置 这个情况是我们经常可以治疗 并且有良好结果的 胃本体 人体的胃形状和位置 尺寸差异很大 但我们首先必须在患者身上 找到这个器官 为了正确的检查位 我们必须做几个特定检查 三种韧带的检查 三种可能性检测 三种胃结构的检测 隔胃韧带的固着 胃摆动性的限制 或胃小弯的痉挛 是非常不同的病造 因此精确的检查 对于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是必要的 横格 在这里我们整合了申结膜系统 这一重要的元素 作为肌肉 它具有呼吸和通气的作用 呼吸 因为它是肺部 吸气主要的动力来源 通气 因为它是内脏活动 和动态循环的重要动力 横格若有病造 可能会影响食物进入胃部 进而导致消化困难 我们发现 最差异的测试 是首先在横格的隔中心 即剑膜中心 中心剑部位施加横向前拉 然后在横格的肌肉部分 左翼和右翼施加横向前拉 我们还可以测试左右横格脚 即使横格很少是主要病造 我们仍然必须常常想到它 因为这个部位的治疗 可能对于完整的骨病学疗法至关重要 正如斯特洛所写 在寻找疾病的原因时 必须考虑横格 胆囊 此机关的特殊敏感性 常常导致它对于我们生活中 可能遇到许多压力 做出反应 胆囊的骨病学病造分为三个阶段 炎症和胆囊精卵 肌肉壁的纤维化和增厚 胆结石 胆囊的整体检查是从 右侧第八类软骨的类源下面 将器官按摇到肝脏下缘的内脏边缘 即使是已经切除了胆囊 仍然应该测试此机关的组织环境 在那里我们经常会发现 固着的残留痕迹 十二指肠 小肠的第一部分包裹住 脊脏的头部 此机关位于腹部深处 因为这部分的消化道 牢固地附着在后腹壁上 所以很容易透过触疹定位 我们使用牵拉力测试以下结构 肝十二指肠韧胆 是胆总管 门静脉 肝动脉 和一些淋巴管的重要通道 十二指肠旋刃带 将十二指肠与空肠连接处悬挂 并与横合脚连接 十二指肠的每个部位 最长一的并造是第一和第二 之间角度的开合 空肠和回肠 此部位长六米 且松散地固定 脚肠的形状和位置 每人也各不相同 我们透过纵向拉伸 肠细膜根部 来测试肠细膜根部本身 与其内含的上肠细膜动脉和静脉 我们使用横向前拉来测试 旋挂空肠和回肠的肠细膜 接着我们围绕肚脐 用一连串的压力和前拉力测试 来整体检查 小肠是否有准快 回盲半 小肠与大肠连接处是许多 古病学病造的位置 从瓣膜的脚肌肉痙磷到回肠 套进盲肠 我们用前拉力测试此瓣膜 以及它在内脏的回盲褶皱 以便将回肠与盲肠分开 影状蓝尾 通常位于回盲半下方两公分处 会根据盲肠的位置而有所不同 我们应该首先定位盲肠的位置 影状期的蓝尾 有三个原因值得我们认真的关注 它是人类和所有四足动物的器官 罕见先听性的缺失 这表示它具有重要的功能 影状蓝尾位于盲肠下方 此处是三个结肠带 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因此代表了大肠 这三个纵向增强之间的筋膜连接 这个器官经常发炎和筋卵 蓝尾切除后经常发生粘脸 所以我们经常要对这个区域采取行动 影状蓝尾是回盲不通道的守护者 它是空心的 并对所有通过它的液体进行分析 来自外界的感染媒介 即在某些条件下 身体自身的胆移分泌物 可能引发蓝尾的防御反击 导致我们经常在这个区域发炎和纤维化 亚曼性蓝尾炎 常见且很少被怀疑疾病 是一种易于使用机械链接方法诊断 和治疗的组织病灶 急性蓝尾炎仍需要手术处理 仅仅因为蓝尾难以定位 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应该尝试去找到 检查和治疗这样一个重要的构造 我们利用往下及外侧的牵拉来测试蓝尾 大肠 我们必须测试消化到最后部分的每一部分 从盲肠到直肠 对于每个部分 我们使用纵向牵拉测试附属物 大肠的僵膜和肌肉结构 我们最常在大肠上发现的病灶 是盲肠的故作 右侧大肠脚 结肠肝曲的壁盒 以及蚁状结肠肠细膜根部的故作 骨盆带 我们已经透过降低卡骨 打开卡骨 关闭卡骨来测试骨盆区 在关于脊椎功能单元的章节中 已经解释了这些病灶的机制 以及如何去治疗他们 也让患者在坐姿下 对骨盆进行了许多测试 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加了些更进一步的检查 这些测试在患者阳膛时候 做会比较好 腹骨勾韧带 成人腹骨勾扇剂的发生率 说明此区域有很多张力存在 腹骨勾韧带形成鼠吸管的下源 在男性抒筋管和睾丸血管 通过此鼠吸管 它同时也形成了鼓鼓弓的上源 腰肌、下肢神经和外甲血管 会通过此处 腹骨勾韧带的所有固着 都会通过它的构造 产生影响 我们对于从甲前上级 到持骨节节的腹骨勾韧带 作为纵向前拉来测试它 还会将腹骨韧带向下移动 外壁拱膜 病灶通常在这里发展出来 其大多数与病骨关节有关 我们在膜的外表面上 施加垂直压力来测试 内壁拱膜 这里的病灶 与下骨盆的机关有关 因此我们透过腹部接近它 我们在膜的内表面上 施加垂直压力来测试 骨盆横隔 这个构造是剪金膜系统的一部分 我们把骨盆横隔 视为胸部横隔膜的镜像 也有隔中心和穹顶 骨盆隔膜对应于隔中心 内壁骨膜对应于胸部横隔膜的左右页 我们从右侧和左侧对骨盆隔膜施加压力 来进行测试 汇音部 汇音部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区域 我们必须知道如何 没有顾虑地接近它 子宫 在机械链接中 我们倾向于从外部 腹部 而不是从内部 直长或阴道进行助人 原因有很多 从腹部做的测试是精确和有效的 我们已经透过阴道内超声波 验证了这一切 并且很有自信地确定 施坐在预期的地方 这些测试是实用的 我们能够轻松 快速 无忧无虑地检查所有患者 这些测试 与从内部做的测试 没有相同的禁忌症 传染性妇科疾病 月经 未成年者 道德 文化 或施坐者 在实作上的宗教限制 法律层面问题等等 我们做的张力测试 可以测试连接子宫表面的 临近器官的机械值 此时会发现骨盆与器官之间 柔软 但有阻力的连接 我们不应该在以子宫的位置 是否正常 而是在可能的空间方向上 去松动它 评估其筋膜环境的 组织伸缩力 功能性诊断 以下是我们特定测试的 几个方向 将子宫往前 往后移动 将子宫往右侧 左侧移动 将子宫往右 往左侧旋转 将子宫往上牵拉 我们还会测试 输卵管和左右卵巢 最常见的病灶 是左侧移位子宫 和子宫的下移 前列腺 对于男性来说 生殖器区域的检查较少 因为前列腺病灶的可能性 比子宫少得多 我们透过腹部检查这个腺体 对前列腺施加张力 是其左右侧移 解放位置上 前列腺的位置 可以与子宫中的 子宫颈的位置来相比 在这两个地方 我们发现大多数 是左侧移的病灶固着 我们通常对于前列腺 良性肥大 腺瘤引起的功能性尿道疾病 有良好的效果 命要到 膀胱 除了上表面外 这种肌肉膜器官 被牢固地固定好 可以自由伸展 所以膀胱的容量 才可以增加 我们首先使用 前拉力测试 附着在膀胱的韧带 前尺骨膀胱韧带 但男性是前尺骨 前列腺韧带 外侧的尺骨膀胱韧带 延伸到两侧的 骨盆筋膜外侧 在男性是外侧的 尺骨前列腺韧带 其尿管的解剖 移记称为中脐韧带 位于肚脐上方 并称为肝脏的原韧带 然后我们用横向前拉力 来测试膀胱裙底 并向上拉动膀胱 来测试尿道 尿道的痙攣 或炎症 通常与膀胱的下移 与固着相关 产生功能性的 命尿道问题 骨盆学手法 常常可以轻松地治疗它 肾脏 这些腹膜后器官的 可动性高 因为它们仅附着于 横格筋膜上 肾脏固着于下移的位置 是骨盆学家所熟知的 我们将肾脏向上 或向头的方向移动 并加上向右 和向左的旋转 来测试肾脏 我们还使用 纵向拉伸测试输尿管 可做成整体或部分 高 中 低输尿管检查 腹部器官 胰脏 此器官与十二指肠紧密相连 且被十二指肠所形成的环包围 为了接近胰脏头部 我们也必须接近十二指肠 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测试 胰线头部 握住十二指肠的第二部分 将胰管向上方拉伸 握住胆囊 将纵胆管往下方拉伸 我们还可以使用 肩拉力测试 一线相对于横结肠细膜 另外更需要的 一线尾部相对于脾脏 脾脏 脾脏是埋于左胸部 在正常情况下 脾脏无法被触诊 我们使用压力 透过胸库 在地质内的地方测试它 在实作中 脾脏的特定或整体检查 能够揭露的讯息很少 代表这个器官的真正关键 是脾动脉 在血管系统的章节中 会介绍 肝脏 肝脏是身体最庞大的器官 肝脏的固着 将霸大的影响 腹部的机械平衡 以及个体的整体健康 尽管整体检查很有用 但为了获得更高的精确度 我们分别测试 肝脏的每个震带 然后测试器官在空间中 三个旋转轴的可动性 连状韧带 圆韧带 冠状韧带 左右三角韧带 以冠状韧带为 横轴的往上和往下旋转 以连状韧带为 前后轴的 逆时针和顺时针旋转 以下腔静脉 为垂直轴的左右旋转 通常肝脏有许多固着 抑制平衡测试 将皆是显著病灶 每个固着的病因可能不同 举例来说 冠状韧带的显著 通常是由于情绪的问题 比如沮丧或压抑的愤怒 然而连状韧带的病灶 倾向于有更多的代谢问题来源 例如肝脏工作过载 在任何情况下 显著病灶的正常化 将帮助个体更有效地 适应现有的问题 呼吸系统 我们建议的张力测试 可以对呼吸系统 进行详细的评估 此处的骨病学诊断 通常对应于患者的临床症状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 炎症和感染性疾病 通常会导致骨病学病灶 如果不治疗 可能会导致频繁的复发 或慢性呼吸道疾病 喉 此构造同时是呼吸途径 也是主要的预言器官 我们在不同的软骨上 施加牵拉来测试喉部 假装软骨的故着 是最常见的病灶 记管 在喉部之后 我们在头部使用牵拉测试气管 或呼吸道 然后在它穿过胸阔时测试 支气管 我们使用牵拉分别测试 左右支气管 从气管分支 触到相对应的肺门 肺脏 我们没有太多肺脏的测试 因为胸膜和胸腔内肌膜 围绕着它们 此处的故着将影响生物力学通气 进而影响呼吸功能 我们测试纵格 纵格附着在肺门形成肺人带 我们固定前纵格 并横向推动 肺完成测试 我们还测试 胸膜 穹顶的韧带 胸膜从第七颈椎悬掉 间断地从第一肋骨悬掉 我们经常在肺部疾病 如哮喘 发现 追胸膜韧带的病灶 它也可能是下颈椎疼痛的一个因素 还有可能会辐射到上肢 整体检查是对于 胸膜穹顶使用朝尾部的牵拉 如有必要 特定测试将定位出哪个韧带的问题 更严重 整体检查 类胸膜是对胸阔施加牵拉力 与呼吸系统相关的筋膜 我们检查与上呼吸道相关的筋膜 如甲状腺带和胸腺的结体组织囊 我们测试甲状腺的可移动性 以及围绕左页和右页的囊的整体弹性 将气管当作轨道 升高和降低甲状腺来测试它 甲状腺下方的固着是常见的 我们测试胸腺的筋膜囊 是从悬挂在静筋膜的下方天拉它 大多数在儿童身上发现这个区域的病灶 可能是因为胸腺在青春期之前 仍然是一个相对庞大且活跃的淋巴腺 心脏系统 就像身体的所有筋膜与纤维肌肉构造一样 心脏对于机械链接的反应也很好 根据我们的经验 途手解除影响此区的固着 将显著改善心脏功能 我们透过其周围的筋膜 并参考其生物力学背景来测试心脏 与脊柱和胸壳之间的关系 以及血管系统 支机管横格膜 此分隔的前纵隔和后纵隔 在纤维膜将上方的机管分支 与十道向后连接 向前与心膜连接 并在下方与横格膜连接 它起到相互张力膜的作用 确保不同纵隔器官之间的 生物力学凝聚力 此膜的纤维是多方向性的 我们对降入此膜的各种有机构造 施加签拉力来测试它 我们经常在焦虑和异受影响型的人身上 发现这种膜的病造 通常伴有胸闷 情绪性的呼吸困难和消化问题 如果此病造是显性的 这种支气管横格膜的释放将迅速而永久地解除许多症状 心胞膜 我们将手柄放在机头颖到前胸的位置 使用摇动的动作对于心胞膜做出整体检查 如果这个整体检查表示有显著病造 我们将个别的测试每个韧带 上胸心胞韧带 下胸心胞韧带 横格心胞韧带 锥心胞韧带 透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确定哪个元素造成心脏的整体固着 然后治疗它 量和质 内脏单位需要多数的测试才能够正确诊断 此处的固着通常不如脊椎、胸部、四肢和颅骨单位来得重要 相对于整体病造而言 因此内脏病造通常不是主要病造 而是随之发生的显著病造 在第一或第二个显著内脏病造部位的正常化 通常是我们治疗的最后一步 若不使用内脏徒手疗法 是让自己与患者与这有着神奇效果的内脏手法擦肩而过 在机械链接中 我们坚持对内脏进行全面的评估 因为我们注意到这方面的介入 将大大的改善我们的治疗 如果对膝盖或骨内立腺的治疗 能够让病人有效地调度巨大的能量 那么内脏的正常化将增加治疗上的细微改善 是通往更有品质的健康之路所必须的 能够认为您的治疗 如果您的治疗可能会有点替血疗 是平常可带的 那么加上 Forshee 那么我们一起做的 这方面 trigly新移